上赛季的局势对取得了很好的战绩,注得一鱼球队当中的一位新星球员的优秀表现,他就是2017年NBA学秀大会上的第13顺位球员,这位叫做米切尔的前列新星,在季后赛中大杀四方。 为自己证明了,而球队当中的另外一位核心球员戈贝尔却用自己的方式,努力的将球队提升,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,这支爵士队在他的带领下成为了联盟的顶级防守强队。 当然,还有一位球员对决士队十分重要,他就是来自森林郎队的卢比奥。 这位球员在季后赛中的优异表现,也是爵士队进极西部半决赛的重要员业之一。 说起卢比奥,这位球员在未进入联盟的时候,他已经是名声在外了。 当时的他号称天才球员,有着金铜的美丽,他在世界篮球舞台上也证明了自己。 来到森林郎队后,球队也对他十分重视,可惜。 这位球员在森林郎队,始终没有向外界证明自己。 他表现得马马虎虎,在球队当中也是可有可无的样子。 在培养卢比奥看不到希望的时候,森林郎队官吏层,终于将卢比奥送到了爵士队。 在爵士队当中,这位球员却意外的获得了新生,他成长为了球队的核心球员。 不得不说,鲁比奥都感谢森林郎队的,不要绝呢,看看上赛季的鲁比奥在爵士队当中的一些表现吧。 在体肤队对阵爵士队的比赛当中,鲁比奥全场哄下30分加10篮板加7助攻的全面数据。 在上赛季爵士队对阵胡人队的比赛当中,鲁比奥全场砍下31分加6篮板加8助攻的全面数据。 在上赛季森林郎队对阵爵士队的比赛当中,鲁比奥全场看下19分加5篮板加10助攻的全面数据。 等等其他的比赛,很是期待下赛季的鲁比奥,在爵士队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? 他会入选联盟的最佳阵容吗?爵士队有机会杀入戏不决赛吗?